依然是全國第一 你知道北京已經上了嗎? 已經是一天50了 不是啊 還有啊 這個遼寧 在5月1日到5月8日 遼寧、河南、浙江 三個省 當然我們覺得很少 但是他們覺得很嚴重的了 遼寧省701例 河南省431 浙江省218 再加上衛健委 昨天公佈新增本土感染病例 相上術三個省市 由1月到9日 1日到9日 是754、547和227 現在我告訴你 遼寧、河南、浙江 全部都是工業大省來的 全部會封 這個才恐怖 你想想 如果河南這些大省一封 浙江這些大省一封 沿海 浙江就是沿海主要的工業 主要的省份 江蘇、浙江 上海的確診個案 浸出的確診個案 就去了浙江和江蘇省 吉林就去了遼寧省 這個是嚴重的 我告訴你 如果它再這樣下去的話 全中國的經濟一半是動不了的了 所以剛剛我看回中國人民銀行前統計師 出來說估計第二季 GDP增長只有2.1% 我猜2.1%也沒有是零了 隨時歸零了 真是清零了 你這樣搞法 你現在 世界大亂的 上海你看到那些 Google的地圖 那些貨櫃船 全部停在舟山 外面的外港那裡 下不了貨 進不了去卸貨 接著你工業生產 如果河南、浙江、遼寧 這些工業大省停的話 你現在開始瘋了 為什麼 因為整黨 為什麼吉林那些要移窗最荒誕的 光西移窗 一個case都做核酸 現在核酸檢測常態化 就等於大躍進一樣 如果你報不到那些農業 衛生田上來 你的仕途不保 所以就人人虛報 虛報這個 我們這個省安徽省 明明發生饑荒的 當時安徽省 糧食豐收 那些菊放在糧倉那裡 我們怕腐爛了 毛主席給他指示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實際上人吃人 現在這個就是這樣 方艙回來 看看上海的case 坐完方艙回來 回到他又再隔離 人都瘋了 已經進入第二個月了 上海人 是不是 接著他就解放軍 武警動員了 上海人 上海的中產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 變成新疆刁民的 好了 你上街 北京大學外語學院上街 他就先動員武警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他一路自製的一個這樣的動亂 中國大陸內地 由1949到1979 所有的動亂都是自製的 其實是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想顛覆他們的 包括韓戰 韓戰裏面 這個美國總統一早知會了 這個當時的史太林 美軍是不會越過三八線 但是 麥克亞瑟就想乘勝追擊 當時盟軍 駐日本的總部的司令 最高級的 HQ Headquarter的總司令 就想乘勢追擊 所以長津湖戰役的爆發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到他長津湖一打完立刻後撤 其實是後撤當中的 當時的美軍已經是 從來沒有一個戰略意圖渡過鴨肉缸 也都禁了蔣介石不准反攻 如果蔣介石當時反攻這個世界 沒有蔣麗雲沒有蔣麗萍 沒有袁秋的了 因為他白噎 蔣鎮 當時在夏威夷受訓 是空頭空降在福建 配合蔣介石反攻的其實是 當時韓戰的時候 是這麼熱血的 那你想一下 如果有蔣介石反攻 和默克雅失制定的計劃 蔣鎮就可能已經被禁了 所以從來這個計劃是沒有執行過 因為美國一早已經知會了局部戰爭 但是毛澤東就餘弄國民 說美國準備入侵中國 於是北韓就等於保衛中國 長津湖就不是變成為金家打天下 而是變成民族 這個保衛民族的戰爭 整件事就是這樣扭曲過來 現在大陸也是一樣 香港本來 是從來沒有進入一個這樣 這麼極端的國際形勢 香港從來都是 就是在扮這個 就是我們叫做打格仔 政治上 扮有一套英式民主 民觀制度 然後經濟上扮有一套自由市場 但是政府的比重越來越重 政府佔的控制的東西越來越多 下一步 講完之後 我告訴你 是美元資產 香港的美元資產人民幣化 這個混蛋了 你連reserve都沒有了 香港的財政儲備都沒有了 你錢沒有了 港幣沒有了 你講獨 有得你獨 長洲獨立也可以 金鐘獨立也可以 你以為他真的在意於 肥佬黎、黃之鋒 李柱銘這些人 你以為他真的在意於 記協、教協這些人 我經常都說 What's next 下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下一步是藉著 這個所謂後美國時代的金融戰爭 去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改造成為內地金融中心的話 這個就是他可以從中得到幾大的利益 你想想 這個完全跟誰做特首沒有關係 你不是何君堯做政司司長 對他來說 都不是自己人 全部都不是自己人 是吧 你不是容海恩做也行 誰行誰做也行 黃元山就做 中央政日做 莫樹聯做也行 是吧 譚志源回去做政務司司長 我估計 是吧 不要緊 因為他已經是個底做人大的 整個班底就是他自己直接控制的 你問李家超交名單 這個天真到不得了的譚耀宗 我不知道譚耀宗是不是露到懵了 現在的組織是由李家超負責的嗎 我想問一下 組織這個 什麼叫治港班子 這個根本就不是治港班子 不是看競選辦的那些人 競選辦的那些人 根本是別人失給他 很多都是 他跟黃元山很熟嗎 他跟譚志源很友善嗎 是不是 哪些是他自己的 他跟譚耀宗都不熟 就是了 根本就是徹底的一個扯線公仔 他想 他有一個figure來的 還有英文不好的figure 大哥 你找一個代言人 你好心找一個正正常常 帥仔少少 但是偏偏沒有選擇 劉少佳那件事 適合了一半的 他就說 你要制裁我嘛 我就要鬥戲給你看 我就要鬥戲給你看 就是我要滅視你現在的制裁 其實剛剛的情況就相反 偏偏就是因為你現在搞到特首這個位難得太 搞到現在又有國安法又有其他 你回不了頭了 你真的好像你以前說 你拍過四仔 你回不了頭了 你還想做素人 沒有的了 不是那一回事 他以為改過的名字就可以了 以為改過的名字 就回到下一輪 然後出來就變成水著寫真就可以了 那些所謂的變換軍 那些所謂的 不斷改名的 有一個離譜到以前 大哥真的假裝台灣人 加了中文名 以為假裝台灣人 就可以騙到人 只要騙了一套之後就沒有影 這個世界有孤狐的 大哥 就是了 你現在 你偏偏就是這樣 李家超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素人的 所以你看到他就算幫他做神也好 沒有人可以幫他做神的 他也不是新人 是不是 所以變了誰可以跟他說話 說來講是中學同學 中學老師 是不是 大哥 現在你叫你結婚嗎 是不是 在那裡曬你以前的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同學 那些跟你拍照 那些這樣的 就是怎麼認識你 這些東西 是不是 整件事是非常弱志 是不是 少女殺手都說得出口的 是不是交齊功課都說得出口的 你以為結婚嗎 現在根本 我想譚妙中心想 我國庫公司出身 我的英文都比你好 是不是 我也聽得懂 不是 我覺得他 你想多了 其實可能 根本說他自己 英文都是差不多 周篩眉頭 聽不到 周篩眉頭 就幫他做氣 就是說 李家超聽不明白 不是只是他聽不明白 其實我也聽不明白 所以他就交起 這個是記者問題 不是我們問題 但是 譚妖宗以前的英文都是這麼水皮的 等於當時他當選了這個 人大常委的時候 他大概是謝謝你 簡單說 阿曹總 英文好的又怎麼會是建制派呢 很簡單 這個大家不要說我歧視 好了 如果你中學英文好的 很大機會 已經是入了港大 入了港大畢業出來的 在七八十年代 你能夠投身左佬的話 除了曾玉成之外 很少力 因為當時左佬在港英年代 就沒什麼機會上位 那你就通常投考AO了 或者去英資那些 Hong Kong Bank 太古 做Cadet 或者做AO 後來埋州就變成林鄭 終點站就變成羅志光 這類 但是如果你英文不好 或者你讀盧公子弟學校出身的話 又沒有參加會考 大家看《老港正傳》就知道了 鄭忠基那套 黃周生那套戲 是的 黃周生那套做的《老左》 這套戲很深 很否釋香港老左的那種失落 那你就會變成譚耀宗陳婉嫻 就在國貨公司裏面做了 就算你多厲害都好 鄉島中學畢業都好 你英文都是不行的 但是黨會安排你去中銀做了 於是你就進去了東方國貨 漁畫國貨 中銀集團 那在這些公司裏面 八九十年代 你的英文又何來進步呢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做一個PoFi 如果建制派的人 嘟嘟聲英文的 這個一定是臥底 是英美勢力安插進去的 還有你英文好的 你見世面看外國傳媒雜誌 看《Economist》 看《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你沒辦法接受《人民日報》那一套 有的都是假的 扮的 是盲無 才會是左腿來的 所以葛珮凡就在巴基斯坦拿學位 葉劉就串他 昨天在商臺 學歷要真才行的 這樣 又回到差不多了 是啊 沒有你說得那麼壞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這個沒有朋友做 如果你說左派來講 建制派 立法會裡面 我覺得有能力 是接受到外媒去訪問 講英文又嘟嘟聲那個 就一定是你指敬 但是你指敬這些 以前他做自由黨的時候 他都扮什麼的 他都講烈根的 要學烈根那一套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KOL洗了底之後 他也有自己的身份 BBC要打咪的時候 他就做那些棋手去反擊 講好中國故事那些是嗎 講好中國故事那些 等於香港的劉曉明 就是做這些角色 那你有沒有識見 其實你說他會不會得到真正的信任呢 其實李子敬這些 我覺得也不會真心去用他 不會啊 我告訴你 這些人你很簡單 你英文嘟嘟聲 共產黨會相信你嗎 嗯 隨時你就後面 那些你的隔壁左右 那些華記正能量 就打你灰的 那些人跟美國人 眉來眼去的 所以 李家超為什麼會成功呢 李家超英文不得不緊要啊 他現在反而他自己 倒轉頭來學大灣匡的嘛 很勵志的 很勵志的 你看他講話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學了很久啊 練得這麼像 是啊 我說你不是他 我也有機會做 各位朋友 大家好啊 有個我字的 你記住 生意好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紅妹 將來你就是會吹奏樂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會鎖啊 這件事 但是那一幕 其實好像說 那些人說是夾定的 有可能說 那個大灣區的家裡來的 那兩個是有口音的 那裡老母是 薪玉民的 遠距離 遠距離叫他給家超先的 一開始就 那個小女孩 其實說真的 你又覺得很奇怪的 你那裡真的是風控區來的嘛 就是你有領導人出來 未來特首啊 為什麼還只有你一個呢 其實沒有其他街頭 你見不到其他人 是啊 確定的 我告訴你 左佬 為什麼這麼討厭呢 我就說你看看英美政客 大家都做戲 我經常都說 喂 但是做戲的前提 就是你要懂得做戲 唱歌的前提 就是你唱歌唱得好嘛 你不可能找個唱歌走音的人 然後就說 他以前交齊功課的 他的康口 很棒的 就找一幫經理人出來吹捧 但是實際唱歌走音 然後就安排了一幫世界粉絲 你記住 你記住 記得專奴剛剛出道的時候 麥浸龍 他自己都很討厭的 是公司安排了 安排了一堆世界粉絲 怕得罪麥浸龍的老爸 上市公司主席 於是安排了世界粉絲 跟著他 那時候有些高登仔 好像在勞工處找到他那些招聘廣告 怎麼去招粉絲那些 真的 好心 如果請粉絲就下本 不要在勞工處那裡燈光 大佬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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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不行 李家超真是爛尾符 不上臉 是 即使他的事情 擺明是做戲的了 即使被你關門 在會展裡面 都在做戲的了 他都可以脫掉的 喂 有人叫他講 這個母親生 聖誕快樂的嗎 有人叫他講 香港做博家的嗎 他的勝利感言 這個是 不是 不是對記者答問的 沒有記者提問的 這個 是他自己脫掉的 上台裡面發表勝利感言 大哥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什麼的了 就是這樣子 自己對著那個波 自己一起跳 波車 不 Pa 最好笑是 這個 你怎樣解釋 你對著那個 prop 喝理喝理 發悔 也沒有記者問你了 自己無故說人家吹奏樂器 其實好笑是 不簡單 那美國也 benefits 綜藝 那但是你明白嗎 征宗 apo 什麼叫做 所有警察 在警署里面 这些闲逛 看到Madam走过就在说什么 走过Pantry 看到一个Madam在喝水 就说你吹咒很厉害 这些叫做平时 你明不明 我们一般人是 喝水喝到咸咸咸 是啊 我们一般人是不会这么想的 但是那个Floid and Sleep那一刻 你就知道平时他们这些所谓的警察 喂 大哥 香港的罪案率是全世界最低 香港市民与警察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 那就是说那些警察人工高没什么做 那在警署做什么呢 我想问 天天都徐步高吗 天天都查张子强吗 喂 大哥 有二十多年是罪案率很低的 从九十年代开始 你吹到他这么行 说他管三万多人 大哥 你当我们傻的吗 真的 如果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警察犯案 刚刚又抓一件ICAC 之前就抓女警借报案人士 向报案人士索取贷款 一百万 喂 大哥 真是笑到你滚在这里 如果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空 影群底和参加那些影群底群做呢 不怎么会想得了 那但呢 连博士都要非礼 那就没什么做 那就是讲这些嫌疙 大老长省说完了 就在《洛曲》 一起去开药 那在哒骨桑拿里说什么 难道论一下梁振英 究竟梁振英贏还是唐英联赢 警察当然不会说这些 根本上全部都是无了道的 有了道的 我告诉你以前你问许奇安那些有了道 英治时代的那些 红富仔上去的那些 你现在香港罪案律 香港罪案律 你搞定几个字头后面同一个系统出来的有什么问题 你看721有没有人理的 那些字头打人的有没有人理的 那怎么办 你是一家亲的 那他说有什么要做 到时候我说 打电话给是谁 叫他交人 那就行了 所以我说你现在这个 你是开始了 李家超时代 我说直接管治后面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 又说林耀强出现 我常常怀疑这个林耀强是不是 我认识那个林耀强呢 林耀强是货金 但他的照片又不是我认识那个 我认识那个天安门广场认识的 那个林耀强是 你表一下泰勒 强哥 是的 还有Fat Sam 肥心 多谢你肥心 是红色彈出来的 这个是现场货金 还有现在在archive 都可以用一个superfans的功能 一按一按 这个心形里面有一个银子标志的呢 那就可以了 Vivian Wong 多谢你 这个橙色的Vivian Wong 那大家支持一下 因为城寨也有 这个基本开支啊我们啊 主持人啊等等这些 那希望大家可以啊 继续继续 不要让他停 那就对了 KT Quark 那就多谢你了 那迟早就要开一段时间 好像 叫做什么军事啊 郑玉玲那一套叫做什么 有一套戏呢 和张坚庭呢 上去唱卡拉OK呢 他就将这个东华筹款那些字呢 就变成卡拉OK的字幕了 哦 OK 记不记得有唱味 歌词 变了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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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迟早都要变了 KT Quark 支持你 林耀强 支持你 Bonnie Lee 刚刚刚 John Lee 出现了 我们的老友 那看看还有 这个Sam Lee 之前出现了的 Bark Simpson 我见过你了 Bark Simpson留言 快点出现一下 表姐你真棒 Alex Yu 谢谢你了